我們現在來到我們剛剛說的二手現樓單位 這個單位其實是全室未住過 一共兩房兩室室 室內面積只是室內不算露台 都已經是930呎那麼大 另外還有一個大樓台和一個小露台 整間屋我們現在身處於這個位置就是客廳 你看到它有一個很美的窗台位置 還有一個空間位置可以給你們放行飲物或擺設 짝著可以放マ《 桌子》在那裏 平時如果太陽的坐在那裡喝東西都挺寫意 跟去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了這個廚房 廚房是Open Kitchen來的 那是L-Shape的廚房 其實很失用 以及用料都非常之高球 全部都是MIE來的便宜 這樣就是甲具電梯啊雪櫃 全部都是使用這個MIE來的 儲物位方面也有很多 基本上眼見的位置 它做得到貴的位置 全部都愧很給你 還有開發箱都很細心 連這些儲物位都會做一些 徵配刀刀刨刨刨刨刨的位置 好了 去看我們剛才客廳的這一間 客廳就是... 這個大樓是圓形的外牆 所以你看到這裡就有一個位置 不注意 Originally,客廳 平時你可以在這個位置放電視 然後這裡有位置給你放沙發 後面你可以放Dialing Table 可以放其他雜物也可以 出來這裡就有這間屋的大露台 這個露台是貫通你的房間 我們可以從這裡經去房間看 主人房就是你經這個可以出來 超大露台可以放到一個6人的Dialing Table 這裡連接著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好正因為它不是地址 木地 這裡它做了一個四門衣櫃 全部基本上有感應 你平時不用的話 它會自己適當的 然後主人房這裡旁邊 當然有一個套廁 套廁就是這個棋缸 好了 旗桿一樣 後面有一個小小的鏡櫃 還有洗手盆下面也有少少儲物空間 好了 接著我們就來到這個屋的走廊位 經住人房 走廊位這裡 其實我們就很快地看到第二個房間 第二個房間 它裡面其實是一個Double Bedroom 可以放到一張大的雙人床 之餘 一樣正常的衣櫃 梳妝桌的位置 都可以放得下 另外一邊 走廊的位置就是這個Family Bathroom 就是用浴缸 還有它有一個Wing Shower 那儲物空間 儲物空間 它都會有這個鏡櫃 還有它洗手盆下面也有預留位置 那這間屋其實儲物空間 很多的 因為是走廊位置 它還有一個大的洗衣房 在這裡你自己放完乾洗衣機之餘 其實你還可以加些架 可以掛一下外套 或者放一下行李行李行李 這個單位它現在賣的價錢非常吸引 它是聖George的樓盤 來的 79萬英鎊就可以入場了